嗯 什么 你们说傅宏雪杀了洛掌门 老纳和辽因即往调诡临时 盟主正在闭关修炼 崔心掌第八层 所以不敢惊动盟主 是不敢惊动还是不想惊动 傅公子与我们盟主已属至亲 方丈是盼我们盟主出手相救 你想来个先斩后奏吧 不可对方丈无礼 方丈 不知道我的侄儿如今人呢 难道你们真的对他 盟主请放心 令侄被人救走了 来人武功惊世骇俗 没想到傅宏雪竟有如此大的靠山 段哥 师太 你怀疑我 现在不怀疑了 如果盟主是那个蒙面客 想必功力不可能恢复得如此之快 师太 你太过分了 你们竟然质疑盟主的为人 哼 你们是知道贫妮的性子的 我有什么话都会直说 不喜欢扭扭捏捏星星作态 这下事出相盟主不是蒙面客 想必对相盟主来说 未必不是件好事吧 师太果然快人快语 只是不知道我的侄儿现在伤得怎么样 相盟主果然偏心哪 落掌门已经死于非命 你不管不问 一心只担心你大哥的孩子 师太责备的事 只不过人有亲疏之别 我偏心关心我的侄儿 也是人之常情啊 相盟主请放心 那个人既有本事救走傅鸿雪 就应该有本事治好他的伤 只是有一件事 不得不提醒相盟主 傅鸿雪滥杀无辜 是为武林同道所不容 我和了音师太 已经发了英雄帖 日内武林同道 齐富侠客山庄 召开英雄大会 英雄大会是我武林盟主亲自发帖 你们两位现在擅自发英雄帖 是何用意 相盟主 这事儿算我等僭越了 但相盟主和傅鸿雪的关系 此次召开英雄大会 不宜由相盟主发帖子 就由贫尼和果戒方丈代劳了 你们究竟想做什么 为武林除害 召开英雄铲雪大会 师太 你简直是欺人太甚 你们擅自召开英雄大会也就算了 还要把地点设在侠客山庄 你们眼里还有盟主吗 就是为了尊重相盟主 所以才希望相盟主到时能够与会 相盟主 你身任武林盟主多年 一直公道正义无所偏私 蝉雪大会这次选在侠客山庄举行 不是更能彰显盟主的不分亲书 公正无私吗 师太果然考虑周全 好 我侠客山庄也不怕再多做一次东道 只是你们要以为人多势众 就可以撼动我相某的意志 太小看了我相应天 矿刀 送客 是 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